針對這個頸啊 肩啊 還有我們的背跟腰 有四個穴道可以按 風時穴是在放鬆我們的 眼睛大腦的 所以呢 我們大概可以在你的 中間後腦勺的地方 跟旁邊這個骨頭的三分之一 這有一個凹槽 然後我們就只要輕輕的按進去 那一般比較講究的話 你再按右邊的風直穴 會對著左邊的眼睛 然後你按的時候不能太用力 就是輕輕的進去 然後揉一下就好了 這是放鬆我們頸部的地方 那肩膀的地方呢 一般來講特效穴 是在我們的天中穴 那天中穴在哪裡呢 這就是我們的肩胛骨 大概是在肩胛骨的中間 那我們就輕輕的壓就好 那天中穴是一個很神奇的穴道 因為下面就是肩胛骨 肩胛骨看起來是一片骨頭 其實天中穴那個地方是薄薄的一片 所以你如果太用力壓 你其實會把它壓破的 很多的針灸醫師 就特別注意這個地方針灸 扎進去就會氣胸 所以你要按也是輕輕的按 所以要特別小心 要小心 對 因為我們的肌肉 走向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要放鬆你的肩胛骨 是跟它垂直的 由下往上這樣按 輕輕的按就好了 或者是壓進去 然後再處理這樣 好 再來第三個 我們的腰要放鬆的話 一般我們會選 腎疏穴 腎疏穴 我們這個骨盆這個地方 是我們的第四腰椎 你再往上第三第二 大概這個地方 腎疏穴大概旁開 就是兩個指幅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輕輕的壓下去 但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 有所謂的豎疾疾 是 其實它有些人是很硬的 你怎麼按其實會按不到 所以你可以再往旁邊一點點 然後從斜角度按下去 按進去這樣 對 但是也不能太大力 因為這邊是橫圖 有些人按會把橫圖按得斷 所以就是以亮力而為 至於臀部的地方 我們要找就是 很有名的環跳穴 環跳穴如果是男生 就是他口袋的那個地方 女生的話就是 我們這個尖椎三角形 跟我們的大腿外面這個地方 然後一樣連成一條直線中間 三分之一靠近外側面的地方 你往下壓 會有一種酸脹的感覺 酸的地方 因為每個人其實姿勢不一樣 所以環跳穴不見得 就是在那個地方 你附近按到最酸的地方 就是最能夠幫助你的地方 但是不管怎樣都不要太打理按